車水馬龍的海地首都 太子港街頭卻滿地都是髒亂 店家幾乎沒生意上門 路上民眾也是滿面愁容 海地週六金船綁架案 一個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 十七人基督教慈善團體 造訪完太子港東邊一間孤兒院 卻在離開前往機場的路上遭綁匪盧走 目前一隻有十六位美國人 一位加拿大人 其中有五個兒童 最小的還只有兩歲 美國相關部門積極與海地接觸 但海地透露的細節也很有限 只說是幫派犯下綁架案 在當地也是長久必病 但從今年一月開始 海地已經發生六百二十八起綁架案 尤其總統遭暗殺後 七月至今的發生頻率飆升百分之三百 目標也從有錢人轉移到外國人 目前海地幫派掌控半個太子港 對海地外人士來說都很危險 國務院也以治安和疫情問題 強烈建議公民別去海地 這次這麼多美國人遭綁 除了盡快救人外 如何幫助海地警方加強維安 掌控大局也成為華府當務之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 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還在訂閱 send apartments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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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